天父及子及圣神知名者法门 圣诞节 子月以天名彼撒 在人类的历史中 在这几千年几万年 只有一个晚上被称为直圣之夜 只有一个晚上称为平安夜 一年里面只有一个晚上 在这个夜 圣语成为血肉 使肉眼看得到 耳朵听得到 这夜人类的救恩实现了 人的命运转变 这夜天主生活在人群中 使人获想祂的福分 这夜神成为人 被人看到 维持的人要成为神 这夜天地成为一体 神人从此合一 这夜参天给大地最大的幸福 就是天主用人的方法来救赎人类 我先讲 子夜弥撒的重点 然后我再讲天名弥撒 子夜弥撒跟天名弥撒呢 虽然说都是圣诞节 但重点不一样 有时候呢 做圣诞的呢 子夜弥撒的道理呢 跟天名弥撒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也不要怪他们 他们非常的忙 所以昨天晚上的道理呢 早上天名弥撒呢 一样的拿出来讲 其实这两台弥撒的礼仪 圣道礼仪不同 不同 我先讲子夜弥撒 子夜弥撒呢 的圣道礼仪呢 我们看到很多矛盾的地方 看到世界上 充满二元论 相反论 相对论 好像是人活着 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第一点 有权利的人 跟没有权利的人 不一样 活在有权利的世界 跟活在没有权利的世界 不一样 有权利的人 活在有权利的世界 比如说 凯撒奥古斯都 他出了一道命运 叫天下的人都要回乡登基 这个政治背景呢 是因为 以色列呢 被罗马 统治 以色列呢 是被罗马统治 是罗马政府呢 在统治以色列 那凯撒呢 是一个傀儡 负责以色列的傀儡 凯撒奥古斯都 出了一个命令 要全球的人 就是以色列的人都要回去本乡登基 为什么要登基呢 有三个原因 凯撒要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口 他也要纳税 他要计划在每一个镇当中可以纳税 他也要巩固他的权威 他需要军事能力 可能他要招兵买马 可能吧 这个是有权利的人活在有权利的世界 没有权利的人活在没有权利的世界呢 比如说 平民百姓 今天晚上要赶回家 回本乡去登基 赶回家的路 说不定要花很多钱 很多时间 回家登基 回不到家呢 只好住在客栈 住在旅店 在这一夜 有权利的世界 以一个没有权利的世界 差别非常大 凯撒奥古斯都 坐在王宫里面 等成绩 待机计算 街头的人要赶路 赶回去登基 二元论 两个不同的世界 二元论 第二点 这一夜 一种降生成人 也在赶路 洛圣马利亚 赶着回本乡 是要登基 这不是罗马城 这也不是耶路撒冷 罗马城 是政治的城 充满政治 充满权威 以路撒冷是宫殿 是王宫 洛圣马利亚 今天晚上必须回到本乡 就是白冷小镇 白冷小镇 没有荣华富贵 也没有军事和权威都没有 圣经说 这个小孩子裹着墙袍 躺在马槽里 因为客栈都满了 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情发生 没有人知道 圣年成为血肉 人和世界的势力 永远在阻挡 天主的恩典 只有几位 没有身份的牧童人 得到这个消息 而且这个消息呢 是由天朝万军 向他们报告的 天朝万军 报告给 这些没有身份的牧童人 从这边 我们也看到 贫乏和富贵 永远相差的很远很远 第三个冲突 第三个冲突呢 就是 也是二元论 在这个直胜之夜 凯撒是一位地上的王 他是地上的国王 在他的国度 只有占有 权力 斗争 地位 寓意 人口有多少 地面有多少 军事要多强 财富要多广 他要冲罪 这是地上的君王 但是三十年后 当耶稣在施教的时候 江山不属于这位凯撒奥古斯了 而是属于另外一个凯撒 为什么 平凡的人 如同牧人 这个晚上 找到耶稣呢 而不是凯撒呢 为什么牧人 能够在马草里面 找到耶稣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天主空虚自己 弃绝地上的荣华富贵 做一个平民 做一个平民 也因此只有平民 才能够找到耶稣 天君传报 天主在天受光荣 只有那心地洁净的人 才看到天主 才能够听到天主的声音 天君还说 主爱的人在思想平安 只有可爱的人 平安的人 今晚找到耶稣在马草 为什么在马草呢 路加福音说 因为客栈没有地方了 路加福音说 他来到自己的领域 自己的人 却不接受他 世界的权势 都在主胆救恩 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 你到处看到 挂灯劫彩 好像在过年 其实都不是在庆祝 圣年成为血肉 都不是在庆祝 圣年成为血肉 许多地方其实 都是在庆祝圣诞树 圣诞老门 世界今天 仍然还是在庆祝 没有基督的圣诞 有很多人在物质生活中去找耶稣 最后还是空虚的 空虚的 子耶弥撒的读经 尔迪茂德书说 天主 天主救众人的恩床出现了 教导我们弃绝不前进的生活 和世俗的贪欲 人要截止 要度一个公义的生活 前进的生活 才能够找到耶稣 职业弥撒的读经义呢 也说出了这两点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到一道好光 光辉你设在那 集聚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 所以人生活在黑暗中 今天晚上呢 体验到一道光射在他们身上 读经医师讲这个 所以今天晚上呢 其实呢 是清除那个光 黑暗中光实现 那还有另外一点呢 也可以指出来 世纪有二元论 在古代 罗马帝国是拜太阳神 夏天的阳光 带来温暖和明亮 冬天的阳光非常脆弱 他们在冬天都得点起火 希望火的能量能加强太阳的能量 在十二月二十五号的这一天 太阳开始拉长它的光线 一直到明年六月的二十四号 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一天 罗马人呢就庆祝太阳的诞生 到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 他们除去太阳神 把耶稣的诞成呢放在十二月二十五号 耶稣就是那道耗光 光射在人的身上 今天晚上呢就是庆祝这一点 光射在人的身上 但是这个二元论呢到今天仍然呢还是存在 黑暗跟光 世界仍然还是有黑暗 也是有光 黑暗呢代表罪恶 邪恶 破旧 无知 没有生命 光呢 代表希望 明亮 智慧 美善 丰盛 生命 如果没有耶稣的话 我们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也习惯的选择黑暗 耶稣呢其实呢 是庆祝那道光 而光来的时候呢 我们看得更清楚 世界的二元论 相对论 那圣诞天早上呢 天宁弥撒呢的重点呢 是什么呢 是庆祝人性的高贵 职业明撒的圣道礼 是庆祝耶稣的诞生 诞生之夜 那二十五号早上的明撒呢 是庆祝高贵的人性 天主 以人间的爱情 二十五号天明的那一天 读经义 是一首歌来的 是伊撒亚五十二章 是一首回家的歌 不要忘了过去四周期 过过去江陵期 我们过去的江陵期有四个星期 四个礼拜 四个礼拜呢 我们都在念伊撒亚 都是在讲以色列人驱逐 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当努力 很期待回家 江陵期的四个礼拜呢 读经都是在讲 人心期待渴望主的到来 尤其是以色列当年呢 在巴比伦当努力很期待回家 那圣诞节早上 我们念伊撒亚五十二章呢 这首歌是回家的歌 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返回家的时候 回去伊撒亚的时候 在路途上在唱这首歌 这首歌充满喜乐 赞美天主 他们也感到很荣幸 能回家 就是生命的得胜 他们甚至于还说 是天主带他们回家 读经里面 他的歌词表达得很美 可以看出来是一首得救的感受 读经里说 赞美那些传暴喜讯的 宣暴和平的 传暴家印的 宣布救恩的 这是一件荣耀的事 如今他们能够抬起头回家 回家就好像打完这一伤 战争这样 打胜仗 能回家就生命 听主是乎 听到人民的哀嚎 终于来了 把人带回家 你去看读经义 是他们回家的歌 唱这首歌回家 读经义写的时候 他没有这样写 我们是难民终于回家了 他没有这么写 他写 什么呢 他这样写 善主回到西游 The Lord returned to Zion 善主回到西游 人回家 等于回到天主的家 因为过去人犯罪 好像天主抛弃了他们这样 如今天主提拔了他们 把他们带回家 善主回到西游 从此呢 天主跟人共处 不再与人分离 善主回到西游的意思是 善主回到他的百姓 读经义 他表达天主回家 天主回到人间 善主取了人性成为人 以人共处 善主回到人间 使人再一次以他共处 善主回到人间 提拔人性 高举人性的可贵 也因此东正教呢 当他们庆祝圣诞节 以后呢 他们的灵修观 比我们更乐观 东正教说 天主成为人 为此呢 有一天 人会成为天主 神成为人 为了让人成为神 天主教的灵修观 比我们更乐观 所以呢 子叶弥撒的读经义 伊撒亚信之士说 行走的百姓看见一道好光 光辉射在人的身上 加强人的快乐 扩大人的欢喜 子叶弥撒非常强调 光在黑暗中出现 光的对象是人 黑暗慢慢的消失 光的果实是人生的喜乐 人与丁与徒一样的福 在子叶弥撒 天主的慈悲 天主的光 射在牧童身上 使他们放弃一切 去找耶稣 天明弥撒呢 伊撒亚书说 宣布喜讯的 宣报和平的 传报加印的 宣布救恩的 都是把快乐带到人间 把和平实践在人的生活上 把福音传出去 天主正在我们中间 所以早上的弥撒呢 强调着天主 敌拔的人性 天主自己的 取的人性 这高贵的人性 旧约说 天主回到了百姓当中 天主 天跟地成为一体 人能够去做 天主要做的事情 圣诞节 天明弥撒 我们念西伯然书 他说自古以来 曾多次 天主用很多方法 借先知跟我们说话 跟我们祖先说话 但如今 天主接着他的儿子 对我们说话 自古以来 天主的智慧是隐藏的 是藏起来的 人在等待中 在期待中 在历史中 在话语中 在心灵中 在经书中 人等了几千年 几万年 太久了 太久了 从传世纪到达位 再从达位到耶稣时代 人等了太久了 因此 在圣语二十一章 达位说 我的天主 我白天呼求你 你没有阴云 我黑夜哀悼 你仍然 墨尽 人等了几千年 几万年 终于等到了 人无法撑下去了 天主终于开口了 所以圣诞节呢 就是庆祝什么呢 庆祝天主终于开口了 但是没有想到天主呢 派遣他的儿子 向我们开口 天主用人性 用肉体 用血肉 用话语 用生活 来唤醒人 圣语成为血肉 就是圣语的话 圣语成为血肉 就是天主的话成为血肉 天主以人的方法接近人 天主本来是一切法律的法律 现在呢 他把自己呢 放在法律之下 跟我们人一样 多好 旧约天主躲起来 新约我们看到他的儿子出现 但是我们呢 教会呢 还期待耶稣第二次的来临 圣诞节就是庆祝 就是庆祝 上主回到西游 就是庆祝圣语成为血肉 就是庆祝这个期待 能够有一天面对面看到天主 让我们不要在马槽里面找耶稣了 今天没有马槽了 让我在心中 在人群中 找耶稣 让圣语再一次在我们心中诞生 在人的生活上诞生 愿光荣恢复 祝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已然直到永远 愿除了天主 圣父及圣子及圣神 降福了我们 好 我给大家看 我贴